大家好 我是周玉生 然後目前就讀於台灣大學上學研究所二年級 然後我之前在政大念國貿系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一開始想先恭喜大家 為什麼說恭喜大家 因為我覺得大家願意花一個下午坐在這邊 其實就其實不只是你們 剛才我在大家其他講者身上也學到了很多 然後可能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不同的正面的影響力 然後我想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做一件事情 就你今天回到家之後關起房門 然後就不要管你的家人 不要管你朋友跟你說什麼 就想說你到底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去問問看自己內心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我這邊給大家一話叫做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因為其實要是你有時候大家都水波足流的話 其實你會永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然後就會像大家剛才講說 我可能每天都在念書 我每天都在做學校的事情 卻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家之後可以開始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一開始放兩張圖片給大家看 原因是我想跟大家講說 什麼叫做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不然跟大家講是說其實我在 可能回到大陣年齡大一大的時候 其實我不敢站上台 然後其實我上台的時候都會發抖 全程發抖然後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左邊這張照片是我今年 暑假在福特時期的時候 這是Final Presentation 就是最後期末報告 然後聽期末報告的人全部都是 副總理想的人物 包括福特區在台灣的總總... 市長跟總經理們 對然後那時候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同事們鼓勵我去想一個非常創新的簡報方式 所以那時候是假扮自己是鋼鐵人 然後用鋼鐵人的劇情去套路整個簡報的架構 然後那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滿大的突破 然後右邊是我在2011年在兩年前大四的時候 參加第九屆ADCC 然後這是在總決賽的那間舞台 下面有兩三百個人 就被迫在台上要開始訓練自己 在那麼多人在看你的情況下 還有很多企業的大老闆在看你的情況下 你要學習如何去把話講好 學習如何去吸引人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你不做你不知道 但你做了之後才會發現自己其實有潛能做這些事情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想辦法去 做一些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然後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因為當你沒有走出去之前 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叫走出舒適圈 直到你真的去做為止 然後我想跟大家這邊分享的是 挫折讓人成長這件事情 就時間回收到大三生大事那個暑假 然後就開始因為念商學院嘛 大家就開始說要找實習 然後那時候你才忽然意味到說 自己需要找一個實習的 然後那時候投了很多公司 然後一個都沒有收到面試的通知 我是很認真 這件事情 那時候覺得說自己念到政大 念到政大商學院一個還不錯的戲 但根本找不到一份實習工作 然後那時候很氣餒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我那時候很胖 就臉很圓 然後感覺就 因為那時候每天都在吃喝玩樂啦 打電動啊打魔獸很會 然後也很 就每天在打球 就是什麼正式都不做 只會玩 然後那時候才突然發現到 原來是該做些事情讓自己成長 但我也很感謝說 你那時候有錯子的機會 才會發現到自己的不足 如果你每一天都平步其餘 那有一天你可能會跌得更重 對 然後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從大三生大四那個暑假 開始的一連串的故事 然後會想講這些故事的原因是 一個賈伯斯在 他在Stanford演講的時候分享的話 他說其實很多人生的點點滴滴 是你在事後才會發現串聯起來的 當你不做之前你什麼都不知道 當你事後回顧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很有價值 然後我想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例子 在我大三生大四的暑假 因為我不是說找不到